中下考生开始作答 广播开始考试大学学测21号来到第二天 12万多名考生都要上证考试 不过高雄左营高中考场 20号学测第一天时考试结束零 竟然提早一分钟就想起 因为我就说他写错误题他没写完 因为有些是算到一半 大概30秒就可以算出来 就只能写生数出来 很多同学反应想要就是再写一分钟 当时是第一堂考试考数学A 表定时间是9点20考到11点 但在10点59分时结束零就响了 整整提前了一分钟 不少做题目到一半的学生 只能被迫停止作答 考生说就算有些市场 最后有把试券再发下来 但整个作答头绪已经乱掉 最后的检查都没有做完 就被收走了 然后有一部分的考试 考场的老师都没有发回来 总有的人刚刚好就在那一两分钟 一题要完成了就那一题 一点点他就差很多了 收了又发回去 有点乱了 虽然市场当下紧急因应 事后有广播延长一分钟 但部分市场已经收卷 学生根本来不及再作答 电脑系统休眠操作后 这个提前一分钟 立即都有详实记载 并回报大考中心 我们大概十来位学生跟家长 考学策力拼心中理想大学 但却传出提早响铃的乌龙 一分钟作答时间 对考生来说至关重要 后续怎么弥补考生都很关注 靖新闻杨15陈珊珊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靖善靖美靖好新闻